沙巴中选集将在这个月的12号进行提名了 而朝野领袖他们也开始频密的飞往沙巴 为接下来的选战协商议席分配和部署战略 不过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早在面子书上却是发贴文吐苦水 只他昨天晚上在抵达沙巴亚币机场之后呢 一度遭到移民局以反贪会禁止为由阻止他入境 那虽然林冠英透露自己在半个小时之后终于获准入境沙巴 但是他就质疑这一件事持有双重标准 因为背叛有罪需要监禁12年和罚款2亿令吉的前首相纳吉 以及那位官司缠身的巫统老大阿莫扎西 他们都可以入境沙巴耶 那他林冠英为什么不可以 他就指出入境事务是沙巴州政府的权限 而不是联邦政府的权限 因此就质问联邦政府 这是否是在干预了州政府的权限呢 那随后林冠英他又打气的说 自己稍后将会询问沙巴看守首长沙菲毅 是不是他不想要让林冠英入境沙巴州 针对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揭露 自己一度被禁止入境沙巴的时间 沙巴看守首长沙菲毅 今天被媒体询问时表示震惊 说他自成为首长以来 就从来没有阻止任何人入境沙巴 他强调宪法赋予沙巴移民自主权 提醒联邦政府不得单方面 做出禁止他人入境的决定 沙菲毅这边是把球踢到了反弹会的脚下 但反弹会一哥阿詹巴基今天出席一场活动之后 却向记者表示反弹会不曾阻止林冠英入境沙巴 认为一切纯属误 阿詹巴基强调林冠英在国内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险制 他还是能够以大马卡入境沙巴或沙拉越 阿醺 感谢观看